這位是在偏鄉 教孩子活出自信 走出框架的舞蹈老師 依山傍水的金山 在星期天遊客不少 近鄰老街的金山國小校園裡 一群人從前一天就開始忙進忙出 為下午的一場演出做準備 在現場分配工作指揮若定的 是金山國小舞蹈社的江家豪老師 身邊的大孩子們 幾乎都是從小學 就一路跟著他長大 這場演出算是小規模 金山國小校內沒有表演場地 只能夠利用戶外的籃球場 在地板鋪上塑膠地墊 充當客單舞台 下午三點半演出開始 在三十幾度的高溫包圍下 人人揮汗如雨 但是舞者賣力演出 現場座舞虛席 學校家長和孩子們 共同完成了一場成功的表演 金山國小現在就把舞蹈的 這個區塊成為學校的一個 很重要的發展的特色 那畢竟我們已經成立到現在 十多年了 那我們培育出來的小孩很多 那也有很多小孩 因為加入舞蹈社他發現 原來我也是可以跳舞的小孩 江家豪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金山人 國中時期欣賞到學長的表演 從此愛上跳舞 對於舞台和肢體表演的熱愛 讓他一路堅持 對我喜歡那個舞台 當然跳舞的過程中很苦 然後他有很多遇到很多不一樣的挫折 因為畢竟我們算是半路數這樣 但是我告訴我自己 未來再怎麼辛苦 我都應該會堅持在舞蹈這條路上面 十三年前姻緣際會回到母校任教 獲得當時的校長支持 在校內成立舞蹈社團 帶領偏鄉孩子追尋夢想 我是金山國小的校友 然後我本身也是金山人 然後問學校有沒有興趣成立 這樣的團隊 然後後來校長覺得很好 他想要讓金山的 就是文化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於是我們就開始成立了 金山國小舞蹈社 嗨 哈囉 我們從這邊直接穿過去 這是學校的幼稚園的教室 你們四個好了 姜家豪回到金山國小成立舞蹈社 發現資源實在匱乏 有些孩子連舞鞋都沒有 校內社團不收費 但為了讓孩子有多些表演的空間和機會 必須出去比賽 服裝 道具 吃住 樣樣都要花錢 於是和學校一起 積極向工部門和民間慈善團體爭取經費 才一步步站穿腳跟 課後編舞 陪練 做道具 都是姜家豪的生活日常 為了幫學生製作服裝 他還報考了實踐大學 學習服裝設計 我第一次踩裁縫機的時候 我很緊張 因為那是腳踩 然後他們就有點像坐雲霄飛車 一衝就飛出去 本來要直線就 就不知道歪到哪裡去 之後我可能就有時候比賽的衣服 像幫他們排舞 就會先有想法 有概念 然後大概知道設計什麼 曾經有一年是編印第安舞 就是它很簡單 就是可能一塊布 然後一塊布 就這樣 兩塊布 然後我就 於是我就去買了一大片布 然後帶當時的舞蹈社小孩 我們就自己親自才 每個人想要穿什麼 每個人 有的人要想要綁這邊 有的人想要做瓶口 有的人想要做怎樣都可以 就每個人分一點點 然後自己去做 舞蹈社成立第一年 就獲得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賈等 十多年來培育出 許多傑出的小舞者 孩子們不只愛上跳舞 更成為比賽常勝軍 是江家豪最大的成就感來源 當然是來自於他們 對 出樓是從小學試身舞的時候 專程從基隆到金山來跟我學跳舞 今年考大學的時候 也有考上北京舞蹈學院 詩涵是從國中 然後現在高中 因為我們一起也經歷過了很多次的舞蹈比賽 然後特別是他在109 對吧 對 他在109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高中個人名書 他拿下全國第一名 有的人第一名的佳擊 我覺得很不容易 曾經是職業舞團成員的江家豪 謹守專業 是孩子們眼中的言師 但私底下也是他們的大朋友 跟他揮手 你叫什麼名字 一開始我就跟小孩講 我們有緣 大家才會聚在一起跳舞 我希望我們檯面上就像老師跟學生的關係 可是我們私底下就像朋友 也像家人 在演出現場幫著江家豪處理大小事的蔡孟婷 是他在金山國小舞蹈社第一屆學生 三年級的時候 江豪老師回來 然後是帶我們的體育課 他是當體育老師 然後教我們體育課 然後就突然有一天上一上上一上 他就把我交到他的辦公室 我去了之後 老師就叫我做了一個動作 他就是叫我做了一個空中病腿的動作 然後我做了 然後也做到了 然後老師就說 好 那你來舞蹈社 他覺得 對 江豪老師覺得我有可以跳舞的潛力 然後音樂走 然後走出來 第一排 好 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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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忙於工作 原本對兒子跳舞沒什麼意見 但隨著孟婷跳舞的時間越來越長 投入的精力越來越多 開始反對 沒想到孟婷堅持要跳舞 還考上了公立國中舞蹈班 他們不了解舞蹈可以做什麼 但是我要去考舞蹈班這件事情 教好老師去跟我爸媽遊說了很久 就是我的舞蹈路程是 教好老師幫我這樣一步一步開拓出來的 特別是在這個地方 大家都會覺得說 男生跳舞要幹嘛 那未來有什麼前途 然後跳舞不就是 他們的觀念就是像交際舞這樣 跟女生揉揉抱抱 他們就覺得這樣的不好 然後我那時候就跟媽媽聊很多 我就說其實不見得他未來會繼續走舞蹈這條路 可是我覺得把他送到國中舞蹈班 畢竟他是一個班級 那這樣的資源很多 老師們照顧小孩也比較嚴厲一點點 然後我說媽媽你不如給他一個機會 讓他去試試看 那三年以後不喜歡 你們可以轉帳學科也行 念了舞蹈班走上專業的路子 孟廷才發現舞蹈不只是跳得開心就好 其實我的舞蹈路程也算是滿坎坷的 我在國一剛進去的時候 非常的不適應 因為我不知道原來跳舞那麼辛苦 就是要拉筋啊 然後做動作的時候 老師做不好會罵啊 還會摔骨棒啊 然後會看你做得不好還會叫你出去啊 就是把你趕出教室 我不知道原來跳舞 專業舞蹈的世界那麼的嚴格 所以我其實一度在國一的時候 是差點撐不下去的 我就會每次在家裡晚上的時候 都會睡到一半會會醒過來 你會覺得壓力太大了 就會覺得撐不下去 老師一步一步的支持我 然後鼓勵我 也才讓我可以堅持不放棄 對 撐過那段辛苦的日子 孟廷的舞蹈路越走越順 國中畢業之後 考上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 七年一貫制 今年大學畢業又考上研究所 未來規劃出國考團成為全能舞者 跳舞改變了她的人生 她也要證明跳舞不怕沒出路 其實我滿常想這個問題 我如果當初沒有去 基隆建的舞蹈班的話 我就是一定是念金山國中 金山高中 我可能就會像街頭上的屁孩 或是八家九 就是騎著機車 然後到處這樣 就去到處玩 然後可能隨便找一份打工 賺點錢 現在生活是不一樣的 對 就是變得非常的充實 因為舞蹈其實 術科方面的累積還滿重的 就是尤其是在專業的科班裡面 看到孟婷對於擇其所愛 愛其所責的堅持 父母的態度跟著改變 從試著理解和欣賞到參與和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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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各位來賓 各位觀眾 你們都是我最棒的嘉賓 謝謝你們 不管是因為舞蹈改善他們的生活 或改善了他們的想法 那時候他們在舞蹈的時候 我就曾經講過一件事 我不管你將來跳不跳舞 但我不希望你將來當一個舞業遊民 這是我當初 就是跟他們的小小的約定 那我覺得他們其實也都做得很好 江家豪的夢想 是在金山國小成立舞蹈班 把所有愛跳舞的小孩聚在一起 成為一個班級 全新經營 但是難度不小 因為我曾經遇過一個小孩 她叫凱薇 我覺得也是閒聊 但是我會覺得很欣慰 她曾經跟我想說 將來有一天我會回金山國小 當校長 幫你經營舞蹈班 我就說好 等你回來當校長的時候 我也老了 看有沒有人可以接受 江家豪努力經營了十幾年的舞蹈社 隨著孩子們長大 逐漸發光發熱 師生一起做的夢 正在各個角落發芽茁壯 除了希望做得更好 更完善 希望在金山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江家豪說她會持續散發熱情 帶孩子們走出偏鄉 享受不設限的人生舞台 江家豪說她會以為 。